辽宁主场以123年9月一痛击 死敌 四川一役 郭艾伦出战20分钟得到21分3篮板4助攻 不过罕见的是大侄子竟然替补出战 带卫首发出战的赵继伟表现优异 得到11分3篮板10助攻一强断 郭是强 大意灭轻 并非是初无音 这个赛季郭艾伦状态此起彼伏 本周他的状态低至极点 前两战郭艾伦仅有5.5分入战 三分命中率更是低至10% 本赛季的郭艾伦给人一种被掏空身体的感觉 毫无灵性 进攻不坚决 组织端并无亮眼之处赛季至今 郭艾伦虽然场均有16.3分3.9篮板3.6助攻1.2强断入战 但郭艾伦都是在垃圾时间或是球队战具大优势之下才敢拼敢打 攻坚战 郭艾伦本应有的突破杀手剪和推反击却没有进步 投篮更是有点辣眼睛